从画面上可以发现 二楼的住宅 窗户是出现了大量的浓烟 而且这个浓浓的黑烟 是吸引了相当多的逛夜市民众注意 每个人都停下了脚步 高举了头 往上看就担心房子里面有人 原来新北市永和区乐华夜市 在今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火警 夜市内的一处民宅 二楼的神明桌旁边的杂户起了火 新北市消防局不敢大意 派遣了十二辆消防车 直往夜市里面冲 十分钟后将火势扑灭 索性整起事件无人伤亡 而警销表示 现场燃烧面积约一平方公尺 索性热心民众及时发现 才没有让火势扩大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历清